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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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座談天下》 我是主持人Yanny 在我身邊的是我們好朋友PG&E的中文法人Fiona Fiona好 Yanny 你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Fiona現在6月就是這個畢業季 我已經開始看到路上已經有穿著這個袍子的學生 已經準備拍這個畢業照 我看到很多人都是拿著一些氣球 又或者是POPC準備慶祝 因為我記得我們之前情人節的時候 都提醒過大家這些氫氣球 其實都對我們的電網有傷害 是啊 其實最主要的破壞力就是什麼呢 就是那些氫氣球 如果你不小心飛走了它的時候 它很容易接觸到我們的架空電線 尤其是那些氫氣球通常都是金屬的 就是金屬氣球來的 因為令到它能夠可以 保持的氫氣不會那麼容易扭走 所以就是因為它的金屬的表面 當它一接觸到我們電線的設備的時候 就會引起短路的 如果引起短路就有機會造成停電 其實我們之前都有很多這些個案 是發生過的 就是因為突然間停電 當我們同事去到現場 發現原來那個地方 就纏住了一些金屬氣球 已經是非常之常見 尤其是在六月份 所以我希望大家 要開心慶祝的時候 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或者一些貼士 可以去怎樣安全的慶祝 而不會導致停電 因為你停電會影響整個區 我們同事又要去現場 去搶收 那個價值也很大 是的 影響是很大的 是的 回到我們小一期說到 如果是遇到停電 那時大家要做到些什麼 其實他們的學生慶祝 除了輕氣球之外 好像是有些自動充氣的 那些不飛的那些氣球 其實都是比較適合他們一些 其實都有很多不同的貼士 第一 譬如盡量不要用氣球 也可以有花、公仔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選擇 在禮物方面 但如果大家真的要用氣球 其實現在都比較流行 就是有一枝蓋子 整住氣球 讓它不會吹走 又或者是一些 譬如你都可以有 即如果你真的很喜歡那些輕氣球 的話 你都有一些的貼士 可以提供給大家 譬如尤其是你 那個氣球下面 摘著一個 weight 讓它重一點 變成就不需要 不會飛走了 是不是 那盡可能 不要說一大摘氣球 摘在一起 因為有很多時候 你摘得不實 摘得不好 可能它一兩個飛走了 這樣你就會 沒辦法拿回 亦都會有機會 去接觸到 我們的電線 引起短路 甚至停電 另外 有一件事 真的很想大家要注意 就是盡可能 或者是在屋裡用 不要放出去外面 是不是 如果你要拍照 是一個畢業典禮的場地 希望如果是室內 盡量在室內拍 另外 有一件事要注意 就是大家 用完這些氣球之後 怎樣呢 就是一個氣致的方法 那很多時候 大家就等到它沒有氣 可能流光 然後就等到它 垃圾桌 對 我們一般都建議大家 最好拿個戒刀 刺破它 讓它真的流光 那些氣 因為有很多時候 可能它還有少許氣 那你就選擇 塞了它入垃圾桶 好了 到你去倒垃圾了 一倒垃圾 它就會飄出來 可能還有些氣 它還會飄浮在空氣裡 甚至乎 最後的落腳點 就是去到電線桿 所以大家都要注意一下這些情況 是的 如果電視機前面的你 準備畢業 又或者是你身邊的朋友 準備畢業 選用這個氫氣球的時候 記得要小心 那天氣已經開始熱起身了 我記得我們上一集 講過一些 幫助大家省錢的計劃 那個償項計劃 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沒有其他 幫助大家省錢的計劃 是的 其實踏入六月份 其實我們有一些低收入計劃 它的收入條件 是有更新的 所以我也想用這個機會 跟大家去講一講 其實我們有一些低收入計劃 譬如大家都可能聽過是Care的計劃 又或者另一個沒有那麼常聽到的 就是叫Fair的計劃 那他們這兩個計劃 其實在六月一旦開始 那個申請收入的門鑑 就是更改了 更改了 那基本上就是說 可以這麼說 是比較多些人 也都會符合資格申請 譬如我舉個例子說 譬如Care計劃 我們一般來說 就是說你四人家庭 只要合乎收入的標準 就可以拿到電費 差不多有六、七折 或者煤氣費又有六、七折 即那個設計是很多的 以前來說 四人家庭一家四口 可能你那個 就是最高的收入的限額 就是五萬五千元而已 那今年六月一日開始之後 它就提升到六萬元 那變了就是 希望可以令到多些 就是有機會去申請的朋友 家庭可以去申請到 那這個是Care的 那它不單止是四人家庭的 它全部都是更改了的了 那大家可以去 就是看回那個 那個投票的 是的 那另外如果你看到 就是說我們 我們剛才有說過 我們也有個計劃叫FERR的 那FERR一般來說 就比中低收入的家庭 是大家庭來的 就是超過三個人或以上的 那那個收入標準 也是六月一日開始提高了 那譬如你說 我沒有辦法申請到 剛才你說我一家四口 要六萬元或以下 但是我剛剛過了一些 沒有辦法申請到 那你有什麼 就是幫我 那其實就是這個FERR的計劃 就可以幫到大家了 那那個分別是有什麼不一樣呢 那其實FERR呢 就是 只是有電費的補助 那電費的補助大概是 可能是 七八折左右 那當然啦 雖然沒有天然氣的補助 但是如果電費可以省到少少錢 都會幫到 那這個FERR的 例如我又講回 就是四人的家庭來做例子 那去年來講 那個標準 就是大概是 六萬九千元左右的 就是年收入 但是它今年六月一日之後 就改到去 就是提供 就是增加到去七萬五千元 那所以大家可以 就是提回你的圖表 那了解一下 自己是不是是符合申請CARE的 第一件事 那萬一不行的 CARE收入太低了 我申請不到 那你可以看看旁邊 看看自己有沒有辦法申請到FERR 那變成FERR來講 都有一個電費的減免 那就是希望 這兩個計劃 都可以幫到大家 省電費 好 我們先休息一會 我們下一節會有更加精彩的內容 歡迎回到第二節的座談天下 那如果是想申請CARE和FERR 那他們是需要出示什麼證明 去證明他們的這個收入 那其實呢 我們現在那個申請的程序 都非常之簡單的了 那我們一般來說 就是說 你可以上網提交申請 可以打我給我們申請 那我們一般來說 第一次呢 我們都不會需要你去提交什麼的資料 那尤其是譬如有些朋友 可能已經拿著一個政府的寶座 譬如你說你拿著糧食券 拿著百卡等等 那因為呢 我們這個收入的標準 是根據聯邦的貧窮 那就是說 如果你是拿到一些 就是本身政府的寶座的話 那你已經自動符合資格申請CARE 哦 即是需要call call你們 是的 那如果你已經是有申請這些東西 那我們基本上呢 都會是一定會給你過的了 那當然了 那我們呢 申請了一年之後呢 我們呢 就會去問你 去拿回一些的 提交一些的文件 去確保你 還是繼續可以留在計劃裏面的 那還有呢 在CARE來說呢 我們也都有一個的要求 我們呢 就會確保CARE的用戶 不會用電是超過一定的限額的 就是因為我們是避免一些 朋友他們 去可能在家裏做一些 不是一般用戶去做的一些行業 我剛剛這樣說 那如果他們超過的話 我們都一樣去收回他們正常 那個電費那個服務的 那所以這件事要注意了 那另外呢 你FERA來說 都一樣是可以上網申請的 也都可以打電話給我們的 我們通常基本上 你當我們 你能夠跟我們的同事 去在電話裡 談過之後呢 如果我們看到你的收入 是不符合CARE的話呢 基本上我們都會馬上 會跟你說 那你可以申請FERA 你想不想申請啊 我們都會馬上幫你做的了 所以變成你做一次 那你就可以研究一下 究竟自己可以 拿到多些折扣 如果收入低一點的 可以申請CARE 拿多些折扣 收入是未必有CARE 那麼低的 高一點點 中低收入 你可以申請FERA 就只是拿電費的優惠 但是都是一些好的計劃 希望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自己是否符合資格 那麼申請一次的話 即是自己入這個program 那個時間會是多長呢 那基本上都很快的 如果你申請了 那我們基本上看看你 我們一般做一些 即是一般的審查 基本上 第一年我們都說 不是怎樣看的 然後我們基本上 你下一個 下一個billing cycle 我們會寄封信 告訴你你 你不符合資格 然後再下一個billing cycle 就開始 就可以給你折扣 但當然 首先我們剛才提過 我們會有一個續期的情況 是不是 譬如一年之後 基本上一年之後 我們會可能要求你 提交申請的文件 有很多就是每兩年 我們會續期一次的 基本上CARE和FERA都是這樣的 我們兩年之後 可能就會寄信給你 就希望你提交一些文件 我們就會繼續保留你的計劃 如果你在限期之內 你不寄一些文件給我們 那我們就 不好意思 我們就沒有辦法去證明 你是繼續可以有資格 去進入這個計劃裏面 始終我們都想 是make sure 真的需要去 幫到有需要的人 對 幫到真的有需要的朋友 所以希望大家注意 我知道 除了這個CARE和FERA 其實我們之前的節目 都有提及過 還有一種叫做 medical baseline 是這個 是 這個現在又過了年 有沒有什麼更新呢 基本上那個medical baseline 我們叫做醫療基準線 其實醫療基準線 就是有少少不同的 跟之前的低收入計劃 因為醫療基準線 我們是不看你的收入的 不論你是中高低收入也好 只要你有一個醫療的需要 我們都會提供這個服務給大家 但是唯一的條件就是 如果你在家裡 譬如你是有一些長期的病患 有一些特殊的醫療需要 譬如你說要開著氧氣機 或者要有一些特別的醫療設備 在家裡 那你就可以申請這個計劃 而這個計劃 最主要的其中一件事 申請就是 我們必須得到你的家庭醫生的 就是 有簽證明 是的 證明你真的需要這個儀器 去維持你的健康或者你的生命 如果我們得到這個家庭醫生的證明的話 我們就會讓你去加入這個計劃 加入了這個計劃之後 你每一道電就會得到優惠 所以變相來說 你的電費都會便宜一些 因為我們明白到 你可能24小時都要開著那部機器 我們希望都可以在電費上面 可以幫到你減輕一些負擔 你有沒有說這些計劃是可以疊加的 例如我申請Care 跟著我亦都有這個醫療基準線 可以的 我知道了 剛剛講了我們的這個三個program 我記得還有一個就是電車的用戶 如果是電車的用戶 他們都是有一個特別的program 去給他們 電車的用戶 電費的收費計劃是有些不一樣的 首先 如果你是電車用戶 你在家裡充電的話 你已經安裝了充電的設備的話 基本上一般來說 幫你安裝充電器的contractor 都應該通知了我們 我們知道你有一個充電器在家裡 但你也要跟我們說你想加入一個電車的用戶 因為你不說我們未必知道 如果是電車的用戶 我們都會有一番優惠給大家 因為我們知道 你可能是晚上充電的情況比較多 可能我們晚上就會有一個優惠 即是你在哪個時間 接哪個時間充電就會是多少錢 我們基本上 電車的用戶 他們有一些不同的收費計劃 如果你是一個電車的用戶 我就呼籲大家 打電話給我們 我們有一個專線 基本上我們部門的同事會跟你 去談談究竟哪個電費計劃 是最可以適合你的 又或者是瀏覽PGNE這個網站 我相信大家就會找到更加多的訊息 好 我們先休息一會 我們下一節會有繼續更加多的內容 歡迎回到第三節的座談天下 Fiona 你剛才說到六月份 其實除了畢業季之外 我們每一個媒體人都會記得 開始PSPS 三火的這個預警 就慢慢開始來了 那麼今年三火 PGNE有沒有什麼估計情況會發生 可以透露一下給我們 好的 其實一般來說 往年我們六月份 就踏入那個三火的季節 然後到九月份才開始有公共安全斷電 通常根據往年的經驗 但是今年有些特殊 就是因為我們頭的季 很多雨 亦都打了很多的打風 其實大家都會聽到很多消息 就是說現在在Sierra 或者Yosemite那邊 還是在溶雪 對 被水浸了 對 水浸 對 因為太多雪了 溶了 所以我們 譬如我剛剛都跟我們 自己氣象部門的同時談過 他們的預測 就是今年可能 可能那個三火的季節會稍後 即是退後了一點點開始 但是現在大家可能最比較關注 就是一些平時可能 在我們比較市區的地方 譬如可能在北灣 甚至乎是聖物車280以西的地方 那邊的山區 譬如那些地方 雖然之前都有打風 其實打風某程度上 因為有水分 就令到很多植胚 很多臨木 他們已經找不到 他們的根已經找不到 基本上不只是這樣 而是他們多了很多雨水 多了很多水分 因為春天大家都知道 開了很多花 即是他們那些植胚 非常茂盛 變成多了很多植物 其實在植物來說 其實是一個 在生火的文章裡面 是一個易燃的物料 反而不是那麼好 你一有火 如果那些植胚是乾了的話 就已經是一個燃料 即是會助長山火 所以我們的氣象部門 同時都比較擔心 一些市區的地方 可能它多了植胚 但是如果一樣是天氣乾燥 有大風的時候 變成可能他們引起山火的地方 引起山火的機會更大 相比以往來說 可能大家會看到 Sierra那些山區 是經常有山火 但是可能因為現在那些地區 還在溶雪 有很多雨水 可能情況就會相反 那些情況可能都有機會有山火 不過可能他們整個季節就延後了 未必是六月已經會高發 即是高發期 可能那個高發期 可能要退後到今年的第三季 第四季 即是他們的預測是這樣 剛才你提到 可能是山人市 接著有石蜜特 還有東灣那邊 北灣 北灣那邊 即是比較靠城市 這些居民 如果他們發現山火已經發生在自己身邊 他們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再再折救 其實我覺得 因為我們現在仍然是六月份 我們希望大家 大家一起預備 預防這個山火季節 最基本的就是 你一定要給亂訪電話我們 因為我們一有什麼新的事 即是有什麼新的事 我們立即通知你 萬一真的要舉行公共安全斷電的話 我們即時可以發資料給你 而萬一你那區真的有停電的事故 我們如果在你那區 設立那些社區資源中心 給你充電的話 那你有知道在哪裡 其實這個就是 希望大家可以 將那個聯絡方法給我們 可以定期收到更新的 這是最第一步 第二步就開始想想家裡的緊急應對措施 是怎樣的 我們基本上 那個九生包包 是的 我們基本上每半年都會講一次 這個逃生這個包包 其實六月份差不多都是這個時間 其實我的想法就是 譬如其實現在六月份 可能家裡的小朋友開始放假了 其實大家也可以做一個演習的 是吧 即是一個活動來的 家庭活動 大家一齊 整個人一齊去 預備這個救生包包 或者是假設真的有緊急事故 你們要逃生了 那你走什麼的逃生的路線 即是有空你可以開始practice 定一定這些事情 尤其是安排定一個未必是加州的電話號碼 譬如說 如果你是有州外 或者是Bay Area以外的地方 有親戚的話 我們就大家一起 即是 假設那個親戚就是我們中央的聯絡人 有什麼事呢 家庭活 是的 就全部人聯絡他了 因為可能當你關火的時候 可能你未必通過一些電腦 是不是 那些電話線路 甚至乎可能設備都燒了 那你根本可能電話都打不到的時候 那可能就由這個州外的人 就負責去 就是 了解一下 是的 了解一下哪個家庭成員 他現在身處在哪裏 這樣就變了 變相可以減輕了 萬一遇到一些緊急事情的時候 那個 大家那個 就是預備的情況是怎樣 所以這件事情 大家都可以去想一想的 嗯 我最記得就是 大家要知道自己的車房門 因為當斷電的時候 要怎樣去開你們的車房門 還有就是 那條計劃的求生 沒錯 逃生線路是怎樣走的 這兩個都非常重要的 是的 剛才你說的逃生線路 都是很重要的 因為有些區域可能在山上 可能只有一條山路 是 那萬一有什麼事 那條山路塞死了 那你怎麼辦呢 你怎樣走呢 這件事你都要去 逼家人 真的要去想想的 那看看有沒有一些 back up的計劃 那可以呢 就是萬一有緊急事故 其實不單是生火 譬如地震 或者是不同的 就是萬一一些天災 或者一些突發的事件 你真的要逃生了 那你要怎樣做呢 其實這件事 大家其實應該都是要定期 這樣跟家人去計劃 還有去 不單是計劃 我覺得還要去實習一下 讓大家去練習一下 知道是會怎樣的 是的 如果電視機前面的人 有更多關於山火的問題 像我們剛剛提到的 這個逃生線路 又或者是PG&E 會提供什麼服務去幫到大家 那就不要錯過7月20號 我們天下衛視 和PG&E 會聯合舉辦 一個online environment 到時你有問題的話 就可以去現場提問Fiona 是的 Fiona 我們這幾年 做了這麼多節目 都講了很多關於PG&E的服務 或者是一些優惠的政策 以及一些逃生的 一些保護的方式 我們沒有辦法 含蓋到觀眾每一條問題 如果他們都是想有一些 比較relate到他們自己的問題 其實是怎樣去通過方式 和你們溝通呢 當然了 方式有很多 可以打給我們 可以上網 其實我們也很開心 今年第一年 和天下衛視合作 在6月份 舉行一個線上的問卷調查 我們希望大家可以踏躍去支持 填上這個線上的問卷調查 裡面也可以給大家 講一下你對PG&E服務的看法 我們也很希望根據你們的意見 可以怎樣去改善我們的服務 希望大家可以提供你的寶貴意見 讓我們可以參考 然後我們可以特別針對華裔社區 做一些相應的措施 可以令到大家 在用電 用煤氣 山火安全等等 各項的問題上面 做一些研究 好的 翌日就可以更加去看我們 可以有些什麼的 topic 可以更加在電視機上面 和大家去分享 是的 我們都很開心 可以幫到PG&E 和觀眾收集意見 所以大家照掃描螢光幕 上面的二維碼 就可以把你們的意見 直接發給他們 而且大家還有機會得到 天下衛視贈送禮品 多謝Fiona 我們7月份再見 拜拜